女人指着墙上的话骄傲地介绍着自己的杰作 这是她进禁闭室的第六个月 墙上的画作也是她用机油勾画出来 看玉瑾这脸色就知道这里的味道有多让人嫌弃 但是玉瑾这次可不是来带她吃饭的 在玉瑾的裹挟下 小美满脸惊恐地问着要去哪 但是大家并没有理她 这让小美更是感觉到惶恐不安 随后她更是手铐脚链都带着上了一辆神秘巴士 一路上小美都在询问铜车鱼有江去哪 但没人回答她 经过数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她们到了机场等待安检 最令人意外的是 这个脏病妹子居然舌头藏着刀片 她还说不是自己吧 作为也算是老油条的小美 也是很自觉地通过了安检 当同桌看着小美全副武装的样子 问她干了什么努力 没曾想小美说着说着就又哭了嘴 很快就到了午餐时间 看着吃东西都没手的小美的确是可怜到了极致 很快她们就到了新的金属 随后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裹剪和采集池 在新环境下的小美写得不太那么好 跟随指引到了新的监仓 不曾想她刚到监仓就会是有针对 由于她不小心将小强残死 看着眼前一直没人过去 小美还以为她把她宝贝杀了吗 但经过解释才知道 她们居然利用小强认怒 然后带着丝魔啃到房间 更离谱的是 这只小强已经带了二百次 我的妈别说小美不行 我都觉得离谱 她们更是要求小美要给她们带四百 小美无奈 只得答应 很幸运的是 她被分配到了白人眼睛大妈的上 万万没想到的是 大妈居然一口就说出了她的情绪 然后独嫖询问小美的生日子 但是当问及小美的出生事情 是却被打破 小美意识到了不对 只能告知忘记 休时刻 小美为了搞清楚一切 只好求助男友 当小美回宿舍时 玉尤也开始了新的训练小强 小美为了避免自己遭殃 也只好听从她们的话 开始寻找小强 即使到了室外 也在寻找着目标 不曾想却被一群大妈盯上 询问着小美的来历和绅士 就在这时一个外国版家子 认出了小美 另一个大妈也是真性情 表示她的声音让她很不爽 让她滚远点 家子大妈更是让其他大妈 别惹小美 因为小美曾手认一个狱 然而大妈还是不爽她的家子 于是二人就干了起来 没曾想到狱警遣散众人士 小美却看见了 不该出现在这里的爱姐 为了联系前女友 她拿着纸写上名字 找到了男人 告诉了爱姐的特征 而男人唯一的要求就是胖子 将手中四天没洗的胖子 给了男人 男人甚至还猛地闻了一口 没想到的是 当小美一觉醒来时 却发现那个沉迷于 星座无法自拔的大妈 正盯着她 被她恶心到的小美 无奈指的告诉她 但是不得不说 大妈挺有水平的 她告诉小美 她这个欣慰不应该出现在监狱的 肯定是被什么力量 拖入了深渊 更让人意外的是 这个大妈入狱 是因为她把女友舌头咬了下来 就当二人还在探讨新政事 小美却听到了爱姐的呼叫 而当小美见到爱姐的第一时间 她却问起了八婆的情况 原来八婆并没有死 只是正常 这一消息让小美差点喜极而起 然而爱姐之所以到处 就是为了庭审 因为她之前集团的老大被抓了 而等待结束以后可以离开 这一消息或许是小美 最近以来最好的消息 不过爱姐却告诉了小美 因为这个老大的抱负 绝不是她俩能承受 一定要和她撇亲关系 不曾想男友的父亲 却找到了小美 她也是为了帮小美尽快出院 而检局老大 就是她能做的最正确选择 父亲也同意找人担保小美 第二天再去开庭的路上 小美还是决定 相信律师的检局老大 但爱姐却希望 他们二人共事一致 不去共事老大 但是小美觉得 自己应该做一件正确的事 她会选择检局老大 万万没想到停审现场 当小美被问及 是否认识老大时 小美最终还是选择相信爱姐 等待宣判的小美 静静地听着父亲的嘲讽 然而她表示自己并不后悔 让人意外的是 爱姐居然要准备出狱了 这一刻的小美 再一次被爱姐背叛 在生死历劫中 似乎她看到了幻觉 那只背着斯摩肯的小墙 新来的世王大妈找到辛迪 希望她帮忙 把维修室的东西拿出来 但没有任何报酬 没有报酬的是谁会干 于是辛迪很是干脆地拒绝了 却被一旁的马卡巴卡听见了 马卡巴卡刺着大牙 使出了吃奶的镜想 把插板扒开 却差点被垫成麻瓜 于是她又换了一个插座 但是任由她怎么砸都弄不开 就在她找不到办法时 看到了身后的清洁机 她推着清洁机 嘟嘟嘟就往上撞 这次她成功了 而里面居然是一包斯摩肯 这让马卡巴卡高兴地摇头晃脑了 没想到的是马卡巴卡这么做 却仅仅是因为 世王大妈的一个小动作 就在昨天大妈找到女儿T 但是二人的聊天很不愉快 因为T是被大妈抛刺了 而当时的大妈却是被通缉 只好躲避 但是T并不选择原谅她 扭头就走 在一旁听了许久的马卡巴卡 很是秩序地劝了大妈 或许她不是最漂亮的 但是她或许是最真诚的 对于这个小孩子性格的马卡巴卡 世王很是欣赏她 而这一个小动作 却让马卡巴卡很是瘦 看她笑的样子就明白 随后马卡巴卡就找到大妈 想要将斯摩肯将给世王 他告诉马卡巴卡 不管遇见谁都要抬头走 充满自信 也要因为害怕就敌人意读 世王大妈拿到斯摩肯的第一时间 就主动联系了个大妈 而她需要的就是这么一大盆蛋糕 大妈第一时间也是 将马卡巴卡上来一起吃 当然她的目的 也仅仅是为了和孩子提合好 很明显对于在监狱这种地方 蛋糕可是稀罕物件 忘了没想到的是小母 没想到马卡巴卡 看到她的第一时间居然跑了 而回到新人宿舍的小美 她亲切地拥抱着每一个人 这可能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好歹男女混住的地方 和这一笔简直就是天堂 而新来的妹子苏苏 就住在她的上铺 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妹子会有多话老 而今小美再次回到这里 她希望别再像之前一样 成为万众睦目的心 而是像低调的度过这几年 毕竟是一千早一致 而当理发师上前 却捏着小美的脸观看 这让小美多少有点弄明清 万万没想到的是 回来的不止小美 还有被揍得满脸窗的巴婆 看她这样就知道被揍得不轻 牙齿都快赶上八十岁的灵害了 而海莉也直接找到她 希望她忘记当天提醒了什么 毕竟海莉当时是有义务去劝告的 但是巴婆可不是小孩子 她要求海莉带她去把牙换了 看着这牙不知恶心 还有东西 但是她的回归同样有人不行 因为她的离开 她的小跟单们过得很好 而很快巴婆就被安排去换牙 而换牙回来的巴婆 也被卡普先生叫到一起 用思想多了 因为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 卡普先生觉得他们热 小美有些虚猛 因为她的记忆里都是坦打巴婆 没有挨打 但是卡普却说 当时他们二人身上都有血迹 属于护鸥情节 而为了尽快解决这件事 二人更是假行星的话 小美第一时间找到了马卡巴卡 问她为什么 原来当时在参加表演的 马卡巴卡一时之间又犯病了 第一时间就跑出去了 但是却被路过的狱友 讨访向他叫 一时间愤怒的马卡巴卡 跑出监狱 却看见了正在疯狂 做巴婆的小美 沙包大的拳头打的小美 一头栽倒在雪埃里 当小美听完这一切才明白 原来自己没被加刑 还要谢谢她 但是当小美邀请她一起看电影时 马卡巴卡居然拒绝了 莫姐收到闺蜜的消息 男友马上要和邻居结婚了 这一消息让莫姐又惶恐又愤怒 她急切地问着关于男友的事 挂完电话的莫姐忍着痛哭的情绪 撑着最后的笑意离去 回到宿舍的莫姐气不成声 抱着枕头哭得像个孩子 那是她心心念念许久的日子 也是她自己选出来的日子 男友却选择在那天结婚 目的不言而喻 妮奇轻轻地安慰着莫姐 虽然结局很早就知道 却也让人受不了 为此这一天 二人上去治疗的时间 莫姐开着车回到了他们的小房子 望着家里熟悉的一切 而今女主人却换了别人 爱姐的泪水在眼睛里打着转 这一切明明是她的 她偷偷藏起了一份结婚邀请函 戴上了梦寐以求的头巾 在浴缸里撒上自己最爱的沐浴露 静静地躺在浴缸里 直到听到男友回来 她才捏手捏脚地回到医院 午夜看着曾经二人一起观看的电影 莫姐早已泪流满面 当休士大妈问她怎么样时 你知道女子监狱的派系 灵力有多严重吗 黄皮领头的是厨师长葛大妈 黑皮领头的是前任老大 狮王大妈 这是二人的第一次交锋 仅仅是因为葛大妈的姑娘们 浴室下水到突然倒戏 导致他们不得不找狮王大妈们的厕所借用 而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 是因为想要提前插队洗漱去做饭 但是狮王大妈就不乐意了 就此二人手下的姑娘们 差点在厕所尬展 然而当狱警前来吊河时 辛迪还特意还原了一下现场 然而这一次交锋 很明显失望大妈赢了 而小美这边 却被话牢疏疏折磨得不行 小美二人到了幻宿舍的时候 她追在小美后面 一直说个不停 像个好奇宝宝 当小美听到没分在一起时 高兴快了 不曾想小美的事 也居然是红妈 当小美醒了 将红妈的东西搬走时 却被红妈拒绝 小美也不锁 直接将红妈的东西 寻给搬走 二人又一次碰走 玩世的小美 更是一个又一个的招 将属于她的东西 唯一放过了贴在 马卡巴卡墙上的字牌 而当轮到大壮姐时 却没那么容易 直到画牢苏苏出现 看大壮姐这个样子 就知道她看上了苏苏 但是苏苏却对她避之不及 当苏苏离开时 大壮姐却说了一个 让小美心动的谈议 午饭时刻 看着在食堂 毫无头绪到处乱窜的苏苏 小美将她叫了过来一起 不过苏苏的画牢 实在让人受不了 大妈们直接起身一举 一坐过来的苏苏 苏苏就开始她的画牢女士 堪比小蜘蛛 没曾想小美却开始吓唬她 她建议苏苏在监狱中 有没有保护她 最好那种比较弹性 稍微撞 没曾想大壮姐就走了过来 但是二人的演技简直烂透 大壮姐直接嫌弃小美不行 没曾想小美却直言 让她把毯子还她 明白一切的苏苏才懂 她被小美卖了 蹦不住的苏苏 直接哭着跑回了宿舍 然而没想到的是 却被妮奇捡了 你知道在女子监狱里 拉拉有多少吗 就我所知至少有80% 而眼前除了荣浩表妹不算以外 其他的都是 三人正在筹措一个比赛 大壮姐要和小美比赛 谁结交的朋友多 而荣浩表妹就是裁判 表妹表示必须是监狱里面的 只能结交不同的 不然不得分 但是不同的女生 有不同的分数 表妹还特地制作了表格 里面居然还有小美的简笔画 她只是个三分妹子 这让小美很迷惑 为啥自己才三分 让人意外的是 最高分居然是首位妹子 再说红妈这里 望着曾经属于自己的位置 红妈内心多有不甘 她找到之前荒废的栽培大袍 曾经威风凛凛的红妈 如今连只耗子都不怕她了 从红妈胯下跑步钻到了地下 红妈觉得很是匪于随私 地底下绝对有什么毒药 随后大妈就找到卡普 她表示自己老了也不想做 但她希望卡普资助他们 这帮老年人养养花什么的 说不定还能当她也养养花 这一切都花不了几个钱 卡普先生没多说 就同意了红妈的要求 于是红妈很是顺利的 带着这群七八十岁 腿脚都不利索的奶奶们 来打铺盘东西 真怕闪着他们的老腰 没想到的是 小美弟妈妈他们来看她了 同时也带来了一个 令人伤心的消息 二人还愉快地激赏 但是并不是庆祝奶奶快不行 而是庆祝她猜出了答案 一时之间小美有点难以接受 再说妮奇这边 二人的比赛到了最火热的时候 大壮节已经拿下了五分 虽然都是一分一分的命 但是仍然比妮奇厉害 妮奇就比较厉害了 她把眼光放在了 首位废姐身上 小美这边面对 即将去世的奶奶 她还是选择低声下气地 找到海莉 希望她能够准嫁 即使她得罪了海莉 不用想海莉 当然选择拒绝 因为这很不现实 当小美想要离开时 却突然质问海莉 或许撕破了脸皮 小美宣泄着自己的不满 最终砸门而去 而妮奇就开始了 进一步的搭讪 更没想到的是 她还邀请费姐 去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费姐满脸 振奋地看着她 注意看 大妈对着花盆 嘴里不停地嘟嘟 然而她并不是 对着花说话 而是和她 偷偷从下水道 钻进来的说话 待彻底挖通后 红妈朝脸上 就是一巴掌 随后还是忍住抱怨 将东西递给了红妈 而红妈将送进来的东西 挨个送给了来人 她将用偷运来的东西 收买 这仅仅是红妈的第一步 再说黑人族这笔 他们今天的食物 接连遭殃被放了很多的 个个吃得差点扑出来 因为众所周知 黑人族血压很容易摇 而他们惹怒了黄人族 更何况黄人族首领 就是厨师厂比达妈 当然也就马卡巴塔最厉 她表示 只要把盐当成糖 怎么吃得下去 这我是没想到的 而就当怀孕的达雅路过时 却被翠花故意伸脚弹脑 她恐怕不知道 惹怒的不止是黄人族 还有达雅的男婴小帅 而黄黑人族的战火 已在蔓延 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黑人族开会之时 葛大妈找到了狮王大妈 马卡巴卡也想跟去 却被拦住 刚进浴室就被葛大妈 壁踪在墙 我以为大战一触即发 但是狮王大妈却服软了 她表示会让出 黑人浴室给他们 甚至于会让马卡巴塔 去打扫帽巴巴的浴室 毕竟她会很乐意 面对葛大妈的嘲讽 我以为狮王大妈会反击 没曾想狮王大妈还是服软 她表示浴室可以让给她 但是要将替合马卡巴卡 转移到保管所去 他们可以忍受恶臭无比的 这浴室 然而葛大妈虽然答应了 但是依然的礼不饶人 随后狮王大妈 带着众人到恶臭的厕所 打扫卫室 浴室马卡巴卡和T也 顺利给转移到保管市 当然他们并不满意之类 因为图书馆的工作 也是很清闲的 但是狮王大妈接下来的事 却让她很瞬间挺想到 原来大妈偷运进来的 居然是烟丝 虽让人意外地杀害 居然同意了小美的情境 但前提居然是 需要她联系到情男友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情人节 喜悦的气氛充斥着整个地域 而丈母娘为了 让自己过得好受 于是就让小帅 给她从外面带点危机品进来 对此小帅没办法拒绝 再说小美子知道 如果需要请假 需要男友同意戒指之后 她第一时间打电话 给了前男友 这次男友没挂断 在互相喊战以后 男友沉默不后还是问她 小美表示 自从除了这档子事以后 自己也不是以前的傻白天了 她会成为一个 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人 但是她并没有说出 这次通话的原因 于是情人节这天 男友很是懂事的 来看小美了 对于男友的到来 小美也是很开心 而这次小美 也是开门见山地 说出了原因 没曾想接下来的事 却让二人再起终子 原来在不久前 有记者想通过小美 了解监狱里 是否有资金异常的问题 而现在男友 却不想给人朋友 想自己干干 于是她想利用小美 去挖掘这些信息 她表示 自己想成为自己的太医 甚至嘲讽小美 为什么能为了自己 和爱姐在一起 自己就不能为了自己而活 二人的聊天并不愉快 小美的请假之路 似乎没那么顺利 但小美并没放弃 她开始旁敲侧击地 询问监狱的资金总向 直到这次 她带到偷秃斯摩卡的女手 于是变心思疑 不曾想与守卫话 还没说完 海莉却来了 当她被海莉逼问为什么 开始大肆询问 关于监狱的问题时 小美知道懂不过了 于是灵机一动 想起了男友话 小美表示 自己想要在监狱里 开办一份监狱桌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自己对这里的喜欢 同时还能增进 犯人管理人员的感情 这一听就是屁话 不过小美的公围 还是让海莉 海莉没有直接同意 而是让她先做 几遍文章出来看的 当然今天可是情云节 小美也受到了爱姐的爱心 但是对于爱姐 小美现在可是深恶痛绝 直接丢进了垃圾箱 而小美这边 为了能够掩人耳目 毕竟海莉就在旁边看着她 她也只能旁敲侧击地 询问着有关监狱的问题 在海莉眼里 还真以为她要好好做事呢 而我们的女婿小帅 由于上次帮丈母娘带东西 被其他黄人族看见 于是他们也来威胁小帅 有的让带MP3 有的让带漱口水 这大妈更牛 让人家带手机 咋不给你搬台笔记本了 至于妮奇和大壮姐的比赛 也到了没 二人打成了瓶水 选择停战 情人节当然少不了马卡巴卡 嘲笑她 她信心地安慰着墨迹 静静地听着她说话 不断鼓励她 这一刻突然觉得 马卡巴卡真的很不错 再说三国争霸这边 狮王大妈也开始了 组织人卷斯摩克 这是他们踏出的第一 弄完之后 辛迪找到妮奇 在监狱里可是没有斯摩 妮奇还以为 起她在厕所吃棒棒糖了 没从响里面居然是斯摩克 辛迪还准备了备野童话 给她点上 简直美滋滋 而白人族红妈这边 也找到了理发师 在这里红妈什么都不全 唯独缺马内 为此理发师确认 红妈或原购族以后 和红妈达成了协议 然而不得不说 畅销的孩子是斯摩克 几乎人手一支 甚至有的白人族 为了一根斯摩克 还给辛迪刷洗 然而当世王大妈要求 给出今天的交易额时 她却什么都没给 大妈直接剥夺了她的权利 让翠花抵抵她干活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姥姥进了监狱会怎么生活 看这个老太 她偷偷将蛋糕 藏在植里想要带出去 因为她有低血糖 晚上需要补充糖分 却被狱锦拦住 还想要给她扣分 要知道分对于他们 能不能出去养老很重要 再看这个老奶奶 她很是吃力地咀嚼着肉排 用她所剩无几的牙齿 想要享受这份能力 狱锦路过也只是淡淡看了一眼 路过的小美停顿主 犹豫了一下选择 帮助她将肉滑开 听着她说着 她年轻的时候的事 午饭时候 达雅和另外一个 欲有申请和她一起去弄 但她还是惦记着自己的沐浴 试探地问道达雅 很显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 随后艾姐也来申请加入他们一起 就连卡普先生都希望 小美能为他们警卫做一期周刊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群黄人族居然又想敲诈小帅 这次小帅可不惯着他们 就在深夜狱警检查过后 狮王悄悄走到辛迪床边将她叫醒 由于今天辛迪的态度 让大妈很是不熟 没想到的是个大妈找到红妈 并给了大妈一只酸奶 而红妈也从葛大妈口中得知 为什么最近都要搞相讨 原来是用来做打火机 红妈以为她和狮王合作 但是葛大妈并没有 二人很是愉快地达成了席 没想到的是辛迪也找到狮王大妈扶软 不过大妈只是先让她做作万里 然而当小美和大妈们亲切地交流时 海力通知小美申请通过 这一消息连小美自己都不相信 但是这一次海力的确努力 同时也给小美申请到了 全监狱的第一次请假 在海力的信誓旦旦下 小美激动地握着海力的手不停道歇 小美也第一时间想给家里打电话 不知得到批准 但是等了很久的无人接替 为此一旦挂断就要重新排队 呼叫无果的小美只能回到读书 大嘴巴小美居然把自己请到假的消息 告诉了二人 这让二人蹦不住 因为达雅之前就请过假 甚至还给监狱长打了电话都没被批准 虽然小美当时也没抱有希望 但在这种地方 很难不让人遐想 甚至达雅还一领醒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 修饰大妈则真诚地祝愿小美 能够和胆子好好道歉 没曾想嘚瑟得不行的小美 又跑到理发室这里炫耀 看看她这表情 真是有些许欠糟 午饭时刻 消息却已然是在监狱便利 打饭的时候都能听到 周围尖酸刻薄的意义 就连打饭的御游也开始指指点点 都在嘲讽小美为啥 要去看一个要过失的老太太 极度使人面目全非 就连坐下来还要被人弄一下 嘴里更是闲不下来 面对黑人族经久不息的嘲讽 小美终于是蹦不住 但是看黑人这表情就知道 还是不服气 个人觉得并没有错 错就是大嘴巴 而当小美讲完要坐下时 却被非来恨物打在后脑上 万万没想到的是 居然是马卡巴卡 怕是的小美第一时间 居然是找海莉想要取消休假 甚至她觉得是海莉故意的 但海莉很 因为她不止给一人申请 她还给一个癌症患者申请 没想到的是 当小美打通家人电话时 却被告知 而自从小美上次帮助 老奶奶滑牛肉 她就很是喜欢小美 几乎什么事都告诉小美 似乎那一次善举 让小美尝了她的依靠 但是当她靠近小美时 却被守卧歌 奶奶失望地离去 而到了夜晚 两个守卫正在保卫室 做着人生大事 却没注意到偷偷溜走的奶奶 而奶奶则偷偷来到教堂 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 仿佛在责怪上帝故宫 又或许在埋怨社会的无子 于是奶奶就纵身一跃 第二天重伤的奶奶就被狱警带走 她轻轻呼喊了小美 然而他们并不是带奶奶去治的 而是出于人道主意将她释放 但是已经高龄的奶奶 无而无以 释放以后 也只能在世间浑浑噩噩噩地 等待一世 平时想要老牛吃嫩草的母骨味 居然和大胡子在打情骂起 这让小老头心中蹴海翻逃 随后更是因为作为监狱 另一个负责人 在进监狱时昂贵的高跟鞋 踩到了泡泡糖 要知道泡泡糖 可是明令尽体的违禁品进了监狱 塔普小老头可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负责人直接一顿披头盖眼的臭骂 这让小老头心中更是郁闷不语 对于负责人的告诫 小老头很是烦躁 就连在等待通话的小美都被殃及吃鱼 小美被她问得一脸明明 更让她生气的是 她在院子里闻到了斯摩肯的味道 但是二人居然没有一个人承认 随后没有证据的小老头只得找到小帅 问她平时是否有斯摩肯的习惯 但是小帅却没有这个习惯 甚至小老头直接点名 小帅在这里交了朋友 就在她还在给小帅做思想工作时 似乎想到了什么 骂骂咧咧地冲出了值班室 她将平时自己很喜欢的植物打了 一边找一只问红妈到底藏哪了 将红妈精心培育的植物砸了个稀巴烂 可惜她不知道 红妈早就将东西都藏了起来 而几个保卫也是很不爽当前的政策 但都不敢多说什么 只有费姐刚入系统没多久 直接就提出了硬件 她直言扣分系统不严谨 压根没有什么改善 面对自己心上人质疑 小老头也是很难受 话还没说完的费姐下毒 自己居然被解雇了 随后小老头将解雇信息给了负责人 但是目前监狱却因确认一时之间可能忙不过来 毕竟不可能让人一天干18个小时 没想到的是这个人居然是被解雇的小弟 休假的前一天 小美很是兴奋 早早的就醒来了 没想到红妈更早 因为小美答应了去她儿子的店里看看 红妈很早就将地址写好等待给她 然而又是一轮的新的咳嗽检查 一出监狱大门 小美迫不及待的上了车 兴奋的不行 因为马上就是她的两天监狱外的假期 然而奶奶的去世仍旧让人难以释怀 回到家中 看到回来的小美 男友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 甚至反应都很奇怪 这让小美很是疑惑 聚会上着装艳丽的小美贪婪的吃着美食喝着美酒 当她想要贴贴男友时 男友的反应甚是抵抗 独自上了楼 但是小美怎么可能放过她 上楼找到了厕所里的男友 没曾想想男友居然没有反应 甚至还找借口说他们在扶桑 或许出于内心的揪骨 一时间让小美差点破口大骂 更是嫌弃恶心 小美不想知道是谁 但是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小美知道了结果也没有问及其他 因为他们二人也真正结束 葬礼上望着疏远的众人小美内心多了些名 随后小美拿着红妈给的地址找到了店里 没想到如今的店铺 早已挂上了出租的消息 小美独自在海边享受片刻的安静 或许这一刻小美才真正成长 而监狱里却又一次见起风鸣 小胡子的归来更是 让监狱扣分政策行驶的 更加让范人们深恶 见人就扣分 一路嘴抛下小见解 看谁都不爽 她的回归让红妈很适合 而小帅也是第一时间找到卡普 因为他知道小胡子不能在这里 他很是基于他的女朋友打牙 但是这件事可不是卡普能决定 所以纷纷不平的小帅 看见和葛大妈聊天的红妈 上来就要求扣分 而当他看见在食堂 对着犯人大显神威的小胡子 心中更是极度的不行 当小胡子走后 他更是鼓起了勇气 怂得真是自然 而为了让小胡子被踹出监狱 他更是怂恿女朋友承认 被小胡子侵犯了 但是达雅对于他这种做法甚是不爽 作为男人连承认自己孩子的勇气都没有 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他闷闷不乐地走在大厅时 却发现了掉落在地上的烟底 他明白机会来了 他冲到宿舍一顿翻着 气势十足 当然并不是一无所谓 翻到了其他围境 但他没注意到的是地上掉落的零食盒子 当他想接着释放脾气时 却被小胡子拦住 安抚完毕小胡子更是将地上的盒子交给了替 这让黑人族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小胡子很自然就被叫去批斗 塔普更是要将他停止 在面对领导的压力和内心的私欲阻碎 犹豫片刻后 你见过这么嚣张的囚犯吗 午饭时候 其他犯人见他们来了 居然还要加到欢迎 到手的午餐还有水果和两份蛋糕 更过分的是看见癌症病员一个人做 为了赶别人走 马卡巴卡更是讨行地将水刀在人家被子里 更离谱的是 他们还将整个监狱的小银食都买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嚣张 是因为他们将白糖和丝摩肯渗透到了整个监狱里 而白人族红妈这边也丑着他们日益壮大 她到小卖部满了温多佐料和饮料 同时找到葛大妈要了一些食材 深夜将大家聚在了一起 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完成了这次打餐 万万没想到 当大壮姐弯腰剪指巾时 却发现了那条下水道 当然聚会是愉快的 红妈的开场白一如既往的寒颤 却被大壮打断 大妈上去就是一脑瓜疯 望着昔日被自己伤害的手下 红妈真挚地道着歉 或许在失去职位后 红妈内心也知道了朋友的重要性 更何况她 他们都是红妈之前终成的朋友 红妈的道歉也得到了手下的英语 面对红妈的真情流露 诺尔玛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没曾想 离习后的大壮却将下水道告诉了师王大妈 师王大妈亲自找到了温室 在她的一番番长下找到了桌子下的入口 望着这个入口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麻眠 如果能掌握这个入口 自己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 但是红妈却及时赶到 师王表示自己想要加入温室 但红妈直言拒绝了 因为这货可绝对不是什么卡 心思毒辣的很 红妈知道被她盯上肯定没什么好见 知道师王大妈他们在贩卖冰糖后 出生于军队世家的玻璃 找到了T想要全她放手 但是T觉得她像极了假自卑 就当二人争执不下时 宿舍却开始了临时检查 正要藏匿白糖的尼奇 却被大妈手下看见 更意外的是 他们贩卖的白糖居然被搜查出来 对花绝望地看着师王大妈 但是大妈怎么可能呢 当纵保卫检查违禁品时 却闻到了镇振理颜部位 而师王大妈为了拓展业务 更是找到了波比 再次邀请她一起 但是波比拒绝了 而回到宿舍的尼奇 找出自己藏好的白糖 拿在手中 深深地闻了口 尼奇之前就接触过这位 再次接触 很有可能稍有不慎就再次闻起 这就好像塞在癞蛤蟆里的天鹅肉 但她似乎并没有这么做 她找到了思考未来的红妈 随后将白糖给了红妈 这一刻的尼奇是我真的佩服的人 这种情况能抵抗诱惑 那绝对是够格的 而卡普也是将小胡子 把达雅弄怀孕的消息 告诉了负责人菲姐 小胡子终于是束手就擒了 望着曾经自己喜欢的女人 小胡子表示不在乎这一切 到了最后 她始终相信女人怀的孩子是她了 甚至来离开时还叮嘟她 或许她内心很爱达雅 却不知道自己成了替罪药 而红妈自从知道 下水道的秘密泄露以后 也在到处寻找告密 她质问着自己一个一个手下 幸好被尼奇拦住 因为红妈刚和大家和好 这样闹下去 他们的感情肯定会再次破灭 当然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 找出了刚从温室潇洒出来的大壮 众人将大壮拦住 但红妈这次并不是做她 而是将糖给了她 也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帮她 有了下家的大壮自然肆无忌惮 嘴巴巴个不停嘲讽的红妈 红妈懒得理她带着众人离去 而剩下的老人自知红妈要放弃温室 但是他们爱这里 喜欢养养花花草草 但失望以后绝对不会善良 大妈也不是善茬子 注意看老人气势汹汹地走在后面 突然掏出某多多买的削尖的牙刷 朝着失望妖子就直接开 没曾想去发现这不是失望大妈 当然失望大妈也没让我失望 当大壮想要投靠她时 却被失望嘲讽 失望大妈再次找到波比 希望她配合大妈将图书馆 作为他们新的运输地点 但是波比并没有答应 因为她自己尚存良知 心中气氛的波比趁图书馆没有 偷偷打开楼顶填窗 将自己存了很久的果酒喝着酒 没曾想夜晚洗漱时 却遇见了失望大妈 心中意识奋起 随后便冲上去想做失望 却被马卡巴卡拦住 被控制住的马卡巴卡 更像是个疯子 甚至于为了防止波比到命 还安排马卡巴卡监视波比 当T知道失望大妈派人 监视自己昔日好友时 心中兴起思思不快 面对失望摄人的眼神 T也知道自己暂无其他办法 然而失望大妈可不吃这一套 表示如果波比做了任何事 就由你负责 没曾想许久未见的艾姐 居然接到了小美的变化 原来当初的确她是将老板供了散 但是证据却被没用的负责人弄丢了 老板也被无罪是否 而她也被老板盯上 为了和小美了解更多情况 艾姐要求小美将她那路探视名单中 万万没想到的是 海莉却通知小美 而周六正是艾姐来看小美的路 他们会就此错过吗 而一心想复仇的波比 却找到了他们的藏屋地 将他们藏起来的斯摩卡 当狮王回来时 却已剩下了满地狼藉 这次或许真正激动了狮王 而T就是波比唯一惦记的人 为了让波比不再和他对抗 他自己最忠诚的T逐出了团队 万万没想到监狱却发生了扭转乾坤的大事 这个头发炸毛的女人 正在垃圾桶里翻炒废物 没曾想身后却出现个人影 只见她掏出保鲜膜 掉到后面勒住狮王大妈的喉咙 将其按在地上使劲掐着她 稳稳地占据了上风 而红妈之所以铤而走险 也要干掉狮王 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十年前的红妈依旧风生水起 但是却被后来者居上的狮王 知道她的运货途径 为了霸占红妈的途径 叫上自己的手下 逼红妈让出渠道 不择手段 将红妈打了个担死 而金哲之红妈又有了新的渠道 甚至在昨天被刺杀过后 他又找到了红妈威胁红妈 交出新的渠道 但是红妈怎么可能 这一下戳中了红妈的软肋 红妈入狱以来 心心念念的就是两个儿子 世王居然还用此威胁她 言语中充满了恐吓 但是红妈这边都是 受捕灵循的老人 而世王大妈都是 壮寒一般的小年轻 红妈会怎么对付她 入夜 昏暗的厨房 红妈找到了葛大妈 寻求她提供一些尖锐物品 因为红妈知道 世王大妈肯定会下重手处理 但是在监狱里 一把刀丢了那可是要被判中刑的 葛大妈直接拒绝了 甚至嘲讽大妈多虑 就当大妈想放弃时 却看见了远处的保鲜膜 心中顿生一记 随后红妈更是趁世王放松之际 直接将世王压在身下 准备将其制裁 就在世王奄奄一息之际 红妈内心的善意决定放过她一马 红妈知道自己失败了 决定不再干涉 没曾想 想要和红妈握手言和 红妈也是欣然接受 万万没想到红妈这决定 却再次将自己拖入身边 第二天红妈回到温室 望着这一片狼藉 准备收拾收拾 突然 幸运的是红妈并没有去世 只是重伤住院 但她并没有直言是世王大妈干的 她表示自己当时是从背后被中击的 对于凶手一无所知 而黑白人族却各执一词 白人觉得是世王干的 而黑人觉得是马卡巴卡干的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居然觉得也是马卡巴卡的 不曾想对魁祸首的世王 居然开始扑马卡巴卡 前一世的诱骗马卡巴卡是她干的 甚至拿出她最喜欢的飞行器 告诉她可以一起玩 而为了扳倒世王 妮琪找到大壮 万万没想到 马卡巴卡的所居然不见了 她开始到处寻找 然而经过世王的洗脑 患有轻度神经病的马卡巴卡 开始不断提醒自己 红妈就是她干掉 她表示世王大妈不会贫她 然而任由替总劝马卡巴卡 她始终觉得自己又做了坏事 甚至她开始自我所顿 你真的吗 然而马卡巴卡哪里能连接 突然觉得马卡巴卡真的可怜 让人意外的是一直不说的大妈才是高手 她将果喝全部过五 却被给大妈也看出她要干嘛 大妈表示这些东西 如果真要报复她 她也更好办 而监狱也开始审问马卡巴卡 但是对于一个神经病 还是被洗脑过的神经病 他们能知道的少之又少 甚至最后连马卡巴卡都觉得是最错 为了避免麻烦 二人更是逃逃的案 不曾想当世王回到住宇 却发现了不知谁留下的指 当世王返回仓库巡城时 果然白糖不尽 甚至当手下过来调侃她时 她更是给了她一耳光 将扫把干段威胁她交出白糖的下落 但手下怎么知道 随后当海莉来探红妈时 却告知红妈调查处 已经准备让马卡巴卡顶罪 但此时的红妈希望真相大白 不能再让世王为非做白 但海莉知道想在这种地方 纠正好是那么多 随后海莉则转身离开 但海莉或许心中的正义上层 她再次找到马卡巴卡 亲切地询问她的真相 但是内心已经接受 自己是凶手的马卡巴卡 怎么知道是谁 而根据马卡巴卡回忆 当时她在仓库打扫卫生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去了温室 甚至她也很是喜欢红妈 即使她一头红妈看着很是吓人 海莉沉默了 而海莉并没有放弃 她找到大胡子询问 当时红妈被把食 马卡巴卡是否在配电视 打扫卫生什么的 大胡子表示自己或许可的见证 随后海莉更是将准备好的表格 交给她填写 而当波比和T在图书馆巴巴不停时 其他两个手下也找到了他们 二人是来找他们和好的 因为狮王已经疯了 开始怀疑众人 而后狮王更是找到T也想和好 因为他已经被孤立了 眼见和好不成就威胁T 但此时的黑人组 已经不再相信他 将其包围了起来 而此刻的狮王 也真正失去了任性 毕竟一个连神经病 都要操控的人渣 谁能幸福 而此时送癌症光头大妈回来的墨姐 依旧一直在巴巴 一时间车上的情绪开始略显低路 而正准备结案的调查组 却被黑人组拦住 他们想要检举狮王 但是他们可不想再多加麻烦 就在调查组想要将他们驱逐时 海莉带着文件来了 而这一份文件 正是可以保全马卡巴卡的文件 但是当众人回到宿舍时 狮王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当狮妈手下回到温室时 却发现下水道被打 森林尽头的狮王也趁机跃跃 回到宿舍的马卡巴卡 我找狮妈的飞行器 这一次他再一次被辜负 而知道光头大妈活泼了多久的墨姐 随后趁墨姐下车 知己光头大妈开车逃去 一路冲关奔跑 却正小看见 刚跑出森林的狮王大妈 大妈一个飘演 狮王大妈 老奶刺着大牙 不断踢着三年没刷的牙结石 没曾想不锈钢的马桶 不断咕嘟咕嘟冒巴巴 没几分钟就溢出了厕所 而负责水电维修工的小美和尼奇 便陪着大胡子 来到下水道查看情况 连耗子都没能幸免 万万没想到当二人查看水洞时 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让小美想到了前男友介绍的记者说的话 监狱中曾有大批资金进入 但目前为止太多东西没有维修 这意味着有人在挪用公款 小美第一反应就是飞姐 而此时的飞姐正参加着高端人士的宴会 无暇顾及监狱 为了让监狱方便管理和维修 将几百号人集中居住在了食堂 也不知道他们讲错不错 或许是难得的聚在一起 黑白人族都没有争吵 而是愉快地唱起来 没想到的是 达雅孩子听见爵子兴奋得不得了 这可折腾的达雅气都喘不过来 就在小帅束手无策时 另一个保卫来了 达雅无奈指的照顾 小帅见状准备找卡普高状 没想到达雅的状态却越来越好 入夜 小美仍旧难以入眠 见守卫睡着之际 她偷偷起身 悄悄来到菲姐办公室 找到了材料 突然 就当她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 却撞见了卡普 第二天卡普就来看望 在禁闭式躺尸的小美 而小美也说出了自己这么干的原因 就是想要扳倒菲姐 而那些文件就是证据的一字 小美表示宁愿卡普当行政官 也不想菲姐了 而她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转移 于是卡普便迈着轻快的步伐 找到了菲姐 却没想到菲姐此刻正跪地痛苦 因为就在昨天她看见自己男友正和别人双排 而卡普也将自己已经举报了她的消息告诉她 卡普也正式成为新的行政官 没曾想 爱姐真的来看小美了 而她也解释了当时为什么反悔 就是因为有人向她保证老板绝对会将老底做出来 她也认为小美会坚持承认认识老板 没曾想二人心中都有彼此 都做了相反的事 对此更是相视一笑 但目前爱姐处境极其危险 因为老板已经盯上了她 我决定要逃走这或许是我最后见你了 因为一旦爱姐再踏上那条路就没法回头了 但爱姐却以下定决心要走 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爱姐走后 小美拨通了男友的电话 当爱姐正在家看着书时 却听见了敲门的声音 吓得爱姐掏出了小左 却没想只是隔壁收废品 爱姐直接破口大骂 不曾想重要人物却在后面 而昨晚一切的小美却回到了宿舍 看着爱姐记得兴迟迟的笑着 感谢观看